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浮相救人,我是小战 现在已经是春末夏初了 那对于江浙往南的一带来说 养护的三角梅现在可能都已经开花了 但是往北来说可能三角梅刚刚开始长新叶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这边一样 三角梅已经长好了枝叶 马上就要进入运累期了 三角梅的运累期养护特别重要 直接关乎到它后期的开花数量 三角梅的花期呢也是算比较长的 而且算是开花非常勤快的一种植物 我们只要养护得当它就能开花不断 而且运累期养护得当能让它开花更多 花色呢也会更好 那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光照了 这个三角梅啊和茉莉啊月季一类的差不多 都喜欢充足的光照 如果你养护的环境光照条件不好 那就不建议你来养这个三角梅了 因为你养护了它也不一定能够开花 或者是只能导致这个枝条一直在土长的状态 现在呢这个三角梅啊是它的生长旺季了 我们呢要给它放在一个光照非常充足的地方养护 每天呢至少有六到八小时的直射光 越晒啊它花芽分化会越多 开花呢也就会越多了 还有就是浇水了 这个三角梅刚长枝叶的时候 我们可以等这个土壤呢干透浇透 但像现在枝叶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我们呢就可以给它控水养护了 三角梅开花之前呢我们一般都会对它进行控水 控水呢是为了让这个三角梅感受到生存危机 尽快的分化花芽 控水的具体操作就是三角梅啊分化花芽之前 等这个盆土完全干透 叶片呢有些尾烟搭拉的时候 再给少量的水 等这个叶片缓回来之后啊继续控水 这样子连续操作20天左右呢 我们就可以停止控水正常养护了 那控水期间啊我们需要配合零甲肥 喷叶和灌根呢同时进行 这样子能更快的促进花芽分化 那现在三角梅的枝叶啊已经差不多都长好了 但是呢它是一种特别洗肥的植物 为了保证运累器有充足的养分供应 我们呢可以15天左右啊给一次复合肥 然后呢在控水期间配合零甲肥 有利于花芽的分化 还有啊就是修剪了 这个三角梅是典型的新枝开发的植物 非常的耐修剪 花后呢我们可以及时的剪掉蝉花和过长的枝条 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 这样子能让它长得更好 那等三角梅开发 这两边没关系 很多人都想要收拾下来 这么多的养分子